这首歌名字我就觉得挺有意思的 人都有老的时候 您是怎么想起来的 这首歌 会写这么一个 人都有老的时候 四个字 还是我一贯的创作理念 有感而发 有感而发 关键是敢从何来 我觉得一首好作品 它不仅仅应该从理念 从概念出发 而来自于对生活的感悟 中国进入老龄社会以后 就是我们 应该做好准备 就是说 不光是物质上的这种准备 应该形成一种 就是更加尊重老人 爱护老人 这种社会风气 这也是我们 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所以写了 没错 对 也是我 所以我就写了这首歌 我是从一个第二人称的角度 也许你今天 青春年少十八九 也许我现在血气方刚 正风流 可想过没有 二十年后 三十年后 五十年以后 你双然两变 我血硬白头 要不要一颗暖人的心 有没有一双温暖的手 就从这种人生的 真的好望啊 从这种人生的感叹中啊 哎呀 我想每个人应该 都能得出自己的结论 太难得出了 我们应该需要 我们老了以后 应该需要一双温暖的手 就这个意思 没错 没错 真的 一念这个歌词 我就觉得一下子 把我们吸引住了啊 再说说你了啊 第一次看见 石老师这首歌的歌词 是什么时候 第一次是应该是在 去年 前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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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看越觉得 这个里边是有内容 有意义 那么最后决定用一个 比较这种 比较轻松一点的 比较优美的 就是还是给人一种温暖 就是唯语到来 一种美的这种东西 王熙 你这样吧 用你的方式 给大家推广这首歌 好 那接下来 我就把这首歌演唱给大家 因为我当我听到 这首歌的时候 我有很多很多的感触 所以呢 我觉得我应该有这种 责任啊 把这么一首 值得我们80后 去反思的一首歌 去思考的一个话题 来去演绎出来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